澳大利亚有一位男子,前段时间他养了一条巨猫作为宠物,一直觉得都挺好的。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,他从医院下班回来,却发现养在容器里的巨猫已经不知所踪,在翻遍了整个房子以后,才知道他的宠物跑到了后院的牛棚里,就躺在那里动也不动。 男子有点吓到了,他连忙给巨猫做了检查,才发现巨猫的副部长得厉害,然后又看了牛棚里的牛,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牛犊已经不见。 他猜到巨猫应该是吃掉了小牛犊,现在是撑得动也动不了,由于这巨猫吃得太多,实在是太重了,没办法医生只能叫来捞隔壁的邻居。 几个人一起把巨猫搬到了车上,然后送出了医院,在医院里,医生给他的巨猫照了X光,才知道这条巨猫今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。 他感到十分震惊,原来巨猫肚子里不止一只小牛犊,里面还有好几根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。 男子决定在巨猫缓过来以后,就把巨猫放回大自然。 他害怕自己那一天满足不了巨猫,他是不是也会吭吃了自己? 所以各位还是要谨慎,这一类凶猛的动物,还是少养为好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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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